好 各位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參加的新手 我是文治宇公民團體 主要是在做有關於勞動跟貧窮這個議題 那其實今年有一個想法 想要做一件事情 不過我們有遇到一些質詢商的取得的障礙 所以想要跟大家做這部分的請教跟請益 第一個其實這個概念來自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想要去調查整個台灣 就是比較底層的或是台灣的居住權 那居住權很大一塊大家都知道 要不然現在那些錢不是買房子 要不然就租房子 我想大部分都是租房子 可是租房子基本上因為租金跟你的所得收入 基本上是有相互高度的連動 那在國際上其實事實上都會用所謂的三明法則 也就是說你的收入的上限的30% 當成是你的租金的最上限 那最適宜的大概是25%到30% OK 所以我們就有了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應該看到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一個相關的 比如說台灣租金一直在漲 比如說現在這幾年最新的一個資料是大概指數的話是到105% 它是一個標準的長度 那另外這個是主義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 其實可以看得到最低所得分位的 它的房地株也就是跟水費 那水費也有調查 所以大部分是房地株 但可支配所得的比重已經來到了30% 所以事實上已經開始超出了國際之間對於租金壓力的上限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希望能夠做一件事情 能夠想要去探查到底在台灣什麼樣的所得 你會租或者是你會住在什麼樣的環境 那這裡面我們想說分兩塊 一塊跟如果我們用基本工資來射算的話 另外一個是一般工資的收入者 那一般想要找資料 找資料都是這種但是沒辦法找 所以我希望能夠到一些租屋網 但是租屋網的資料呢非常的多 也就是怎麼操作呢簡單 假設我22K的話 22K我的30%大概就是5500到6000 25%到30%大概是5500到6500之間 所以我這樣說是不是可以輸入這個數據 然後把這一些資料的盤子把它挖出來 那我在這裡 然後比如說這個看 在這裡面我可以取得蠻多的資料 比如說它的坪數它的空間 然後它有什麼樣子的方式的一個狀況的限制 或者是一些有關於設施設備的提供 我們希望能夠用這個方式 能夠去再進一步做這個分析 不過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資料 因為量還蠻多的怎麼樣去去處理 好謝謝謝謝 好謝謝